政府日前规定电子造车服务司机必须申请公共服务交通执照PSV引起司机埋怨 有的还嫌上课六个小时很麻烦 宁可退出领域 对此交通部长陆造福今天声明 政府制定这项条规的主要是为了合法化电子造车服务 给予司机更大保障 促请司机正面看待此事 除此之外 政府也预计在五月前修改陆路交通局的条例 好让身上司机可以提出申请 政府去年开始规定电子造车服务司机 必须在今年七月之前申请公共服务交通执照 引起司机怨声四起 从业人数也因此下滑百分之三十 交通部长陆造福今天出席GRAP乘客脸部认证推荐里后 在记者会上表明 政府为了合法化相关领域 才制定这项规则 无奈业者不明白政府的用意 他也重申 当局正在修改公共服务交通执照的条例 预计会在下个月前完成 到时候 身上司机就能申请公共服务交通执照 注册成为合法的电子造车服务司机 由于政府无意延后7月12号落实的这项新政策 陆造福促请所有司机尽快申请 否则到时候无法上路 截至目前 已经有25家电子造车服务公司申请相关执照的课程 当中有1000名电子造车服务司机呈上报名表格 八度空间邓穗金 万达镇报导 我 谢谢大家